驻中国大使猝死 日本行李接任人选 中日关系变数又多一桩 因为钓鱼台主权问题 而正值多事之秋的中日关系 昨天因为新任驻中国大使 西宫声音病逝又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已经紧急寻找接地人选 日本援助中国大使丹羽与一郎 因为处理不了中日日益紧绷的关系 被日本首相野田佳燕撤换 11号宣布改由西宫声音出任 他原地下月赴中国就任 处理棘手的中日钓鱼台主权争议 却在上周市上班时昏倒在住家附近 昨天更惊传病逝 日本外务省表示西宫声音生前透露 在现阶段出任中国大使 令他压力很大 此外面对中国声势浩大的反制示威 前年在日本东京也有约70名日本右翼人士 同时抗议日本与韩国以及中国的领土纠纷 还有人高举杀中国人的标语 令东亚局势更争乱局 东新闻 众和报导 本集完 本集完 谢谢观看